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今集第一單都是走水貨的新聞, 這單是在澳門開著單排車進去橫琴做不法行動。 在今月17號,海關橫琴口岸截到一架企圖偷運一批名貴食材出境的橫琴單排車的車輛, 就已經依法對駕駛者作出起訴。 17號晚上,海關透過風險管理系統的預警調查一架車輛, 這架車向官員表示沒有任何需要申報的物品。 官員經詳細調查發現, 在車頭引擎、主庫駕駛座及車尾箱等位置, 分別有五包花膠、五包乾海參, 一共重26公斤,市值10萬元, 企圖偷運出澳門。 這一個人是澳門本地居民來的34歲, 就沒有申報到的, 海關就依照《對外務易法》去起訴他。 如果是一經處罰, 最高就要罰他五萬元澳門幣的罰款, 而所繳獲到的貨物全部都會歸由澳門特區政府所有。 好,他這個這樣的酒花膠, 我看回都幾是傢伙, 10萬元, 即是等於他五袋花膠、五袋乾海參, 即是平均是一萬元一袋, 都幾貴。 同大家留意回, 今次的執法機構是澳門的海關, 不是大陸的海關, 即是如果你去到大陸, 可能會更加麻煩的, 你這樣的量可能直接當你走私都說不定的。 因為本身走水貨這件事, 他自己定性就是走私的, 澳門這邊只不過是說你是違反《對外務易法》, 罰你五萬元, 其實為何澳門這邊突然之間會這麼英勇去捉呢? 我估計都應該是跟之前你中港澳三地開了個聯合打擊走水貨的會議有關, 變成澳門這邊亦都要加強力度去做這方面的打擊, 所以最近應該都會是捉得比較嚴的啦。 好啦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是否想講呢? 下篇留個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